我已经可以潜入王府去的神识中 搜取记忆 应该就能透过他的眼睛 监视终灵对他们的动向 大哥 前几天 我们发现大批狼尸 有没有可能 是龚九郎报复所杀 那日 他不再来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不过他应该不是去报仇 而是去吸收血气 那这么说就对上了 龚九郎以童族的血气 作为药引进行修炼 得以掩去妖气 但也正因如此成为狼族公敌 所以躲避在染坊 逃避追杀 那这么说 当日咬伤复取的狼 很有可能 就是龚九郎的仇敌 那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我们可以把龚九郎 当作引路人 将狼腰一网打尽 好方法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必像 无头苍蝇一般乱撞 只要盯紧龚九郎就可以了 这样 我就能跟小白狼做朋友 还可以并肩作战 实在是太完美了 谈正事呢 你发什么呆啊 我怎么感觉 有点晕呆啊 你别装了 不是 父亲 我再说 我也要 我先帮你